咱们讲到了家带和当时他的大哥大智嘛 这不是在那个河北下庄这块出事的 吴迪呢也想用自己的能力把这件事换了 也想跟那谁田小军说一嘴 没蹭想 田小军不干 因为在大索身上 包括在这个大智和那个家带身上 自己是三下五出二 反复的让他们给熟的 那你看把当时这个市总公司也整过来了 这个时候开始交号了 就必须得招你 这边他的人挺硬 王春发 发个呢 可以说四有城这边下来 而且开的车也相当牛逼了 只能先把贼 把家带他们也先扔里边 那你看 赶到这后半夜了 杜长 包括这一帮人呼呼啦啦的 直接就磕到哪 磕到石家庄 到了石家庄 大家伙在整个酒店的套家里边 就开始研究 杜长进屋里边 我跟你说实话 他要把这边一进来 他就有点不乐意 家带 那是大家伙的一个弟弟也好 哥哥也好 你大致也好 你无敌也好 你两个社会和白白的身份 你白不了这事 非得让我过来 王二军在屋里边这一站 杜长当时就发表了 杜长瞅着王一军 不是你河北的大哥 咋的 说这点事还办不明白吗 我打电话 你接都给我接回来了 王一军讲 我来的时候这家带他们都已经拿了 在里边呆着了 你说你我也没赶上 你不用赶不赶上 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让他马上给我把人 我掌握了 你刚说的话 王军要拿打 拿电话打 没想想谁 大致 说陈儿 说这件事呀 不像咱们想走那么简单 为啥呢 如果说能的话 我都提王一军了 我提他和他打电话 是有点区别 但是不至于区别那么大 他要是说真给王一军面子 他也不至于咋的 不至于把这个人直接在我眼睛就给带走 说杜长 我知道你着急 但是着急他解决不了问题 爱军啊 有个叫王 叫王村发的 你知道是谁吗 爱军大哥可这一行子 王村发 说王村发我不认识 你真不认识 假不认识 他说他跟你父亲好像说关系不错呢 正经挺好呢 跟我爸好吧 对 跟你爸好 我真没听说过的人 杜长家伙不行跟你爸打电话呀 几点了大哥 就到后半夜三四点钟了 你这么的 咱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咱们等一等 等天亮了 咱一点点呗 什么王村发也好 什么天后阵也罢 我一起帮他 帮你们把他给归弄了 还不行吗 隔这边吵闷吵闷 大家这家伙先被着急了 眼前也就这么回事儿的 那你看 等到当天晚上结束之后 第二天早起 这不是谁都没说别的吗 王二军就 王二军就讲了 我在那个河北那边 彰显不出我的地位了 这不就领了陈罗啊 那就开始找地方 上市总公司必须把家带给递了出来 呼呼啦啦一大帮哥哥 这帮大二代 直接堆到呢 堆到市总公司 进里边的 王二军就里边狂啊 包括当时那个谁 陈罗他们 为啥 人家是当地的 而且是一把大哥加孩子 到哪个 人家都给你面的 你看这屋里边 这边当时那个谁啊 昨天晚上整那个加赖他们这几边那个 那个市总公司一把大哥 一瞅王二军 哎呦妈呀 这不 爱军吧 王二军就讲了 认识我吧 认识我就好等了 说那个加赖呢 还有那个青岛那里 昨天晚上那帮人呢 说那个爱军啊 不是说我怎么样啊 说那个不要按我的意思嘛 我肯定是不想冒 但是嘛 有那个叫王孙发在中间说话呢 你说我有点不太好为难 说这么呢 爱军 不行 你给你父亲打个电话呀 王二军啊 还用我给我父亲打个电话吗 他多大段呢 我亲自来拿人 你不给我 不是 说那个人呢 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爱军 你也别为难哥哥 哥哥现在整的也挺挺难的 你这么呢 你们几个先做 完了那谁啊 小窝 给那个倒点茶 你打个电话 你可能就知道了 王二军 给这一吵 大队养万 你这么呢 先给你爸打个电话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整吧 咱就整 不好整 咱再研究 王二军 巴巴巴 一个电话 直接就打给他爸了 电话这一打 说 哎 爸呀 说那个啥 那个有叫王孙发的 你在那边去 哥那边 一个办公室里边 一个当时做办公桌的一个大领导 王孙发 你替他干啥呀 爱军 那是那个啥呀 四五成呢 啥意思 是吧 他那啥 杜成 我们一帮都给市的公司呢 有家带 我们的帮弟弟 跟他好像有点什么过节 说这么呢 我给你打打的 啥断的 说这边直接没给我面子 你跟杜成他们在一起呢 我跟杜成他们在一起呢 你怎么呢 这边呢 你跟那谁打电话 王孙发 我让他沟通一下 我看因为啥事 完了你这边别着急 说村发了不得 第一 咱不能招惹 第二 咱们也不能说跟与之为敌 杜成你们关系再好 咱也说句不好听的 你得看清方向 我知道他的圈子大 但是这边的圈子也不小 可这说的话 没说别的 一个电话直接打给谁呢 打给王孙发了 当时王孙发他父亲 村发大哥拿电话一手 哎呀 老大哥 啊 说那个村发呀 说那个我家的小子给我打电话 说咋的呢 说跟你好像说有点什么不太不太乐呵的事 我现在打电话我问问 说他手底有几个小老弟让你给弄了 啊 大哥 是这么回事啊 那几个老弟呢 跟一个叫田后君的伟弟弟 啊 咱们那个河北夏庄当地的 搞开发的 也是促进咱们夏庄这边经济的 我们在一起 但是没这么想嘛 说他们欺人太甚了 啊 大半夜给我打电话我不能不管呢 说大哥 原来中间有二军啊 说这么的吧 啊 没事 我去上市总公司 我接二军 我去看一看 啊 大哥 我不能让你在中间做难 但是啊 我也得告告的 我也得警惕警惕他们 他把这一停 那没办法 为啥呀 因为人家王村发是给人家当时那边 私有上那个大哥开车的 非常牛逼 大家都知道 要么就是那个秘书 要么就是开车的 这俩人绝对是 绝对是硬 那你看哥哥说的话 这边王村发直接磕到哪呢 直接就磕到当时的市总公司 包括带着当时这个田浩君 到了市总公司 跟王爱君这一见面 包括屋里面这么多人 杜成他嘛都会吵的 人家没慌 哥在沙发那边坐着 啊 说谁是爱君 王爱君说我是 说你行 说那谁啊 我呢 是跟那谁好呢 我是跟那个 说柔哥他哥 我给他开车 真正的太子王大太哥 成哥一听 我靠 包括这帮小一听 哎呀我天哪 说你跟柔哥的哥哥 这么关系是这个关系 我给他开车的 我们自己家人 啊 帮大哥呢 处理一些家里边的锁事 这不是葛夏庄弟弟找我了吗 都成仇业 当时王家这小孩啊 原来是发哥 说这个几个都是我哥哥 说成哥 说海南的 说保个丁俊伟 包括志哥简简单单的一介绍 大家伙 这不是大水葱龙王庙吗 这个那边一低头 杜成讲话呢 咱就不能说瞎整了 说发哥 你看我这几个弟弟 你咋整 发哥讲话呢 他把我弟弟打了怎么办 杜成瞅一眼 大致合计了一下呢 说这么的吧 竟然发哥 你这么老壳了 啥都不说了 这件事呢 从事到头我们都有错 该赔底呢 我们赔底 该道歉呢 我们道歉 该那个认错呢 咱肯定有认错的态度 哥 能不能看在我们的面上 这件事咱们稀释凌人 你看看接下来 王振发会怎么说这些话 杜成更大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预知下敌如何 请关注老弟 下敌嘎嘎精彩